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手指化加上老年化冲击 预计台湾的劳动人口供给将会逐年下滑 因为不想要成为子女的负担 其实呢有不少的银法族还是继续工作 现在更有人力重见 专门为中高龄劳工找工作 这些银法族是如何维持职场竞争力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像这个经济学人啊 还有这个化学日报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过来一遍 国外媒体报道 英文字密密麻麻 她得带老花眼镜慢慢看 政治大学金融系兼任教授英乃萍 今年71岁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家 有这种失智的这种现象嘛 那像我们的话 因为可能是经常要用到 所以这种现象就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退休的老人 经常要用用大脑 工作用脑反而让他更有活力 所以他每学期开课 就连放暑假也到学校上班 参照这个欧洲 在90年代他们的做法的话 那退休年龄会至少远到70岁 70岁的这个人啊 他的生产力事实上还是存在 而且他们的这个身体应该还不错 根据国发会推估台湾劳动人口 将从民国105年开始下滑 到了一百五十年劳动人口只剩百分之四十九 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 看准未来职场少不了引法人力 台湾出现第一家中高龄人力仲介 专门为五十岁以上退休人才 每一届工作 像财务的专家 人力资源的专家 或者是IT的专家 这种比较属于功能性的找得比较多 成立了大概将近八年 帮助的人可能有一百多个吧 不过考量引法族的体力 工作通常是短期或是兼职 就像六十五岁的刘总经理 他其实四年前就已经退休 但还是会来公司上班 退休以后第一个你还是要跟人群 人群在一起 现在退休的问题就是 你退休就这边全部没有 就全部切掉 我觉得这个是将来都要改的 因为这个对人体健康也不好 对企业也不好 我会赞成说逐渐退休 慢慢减少工作量 不少六十五岁以上引法族希望退而不休 但是他五十岁就退休 因为他们不敢投资嘛 知名理财专家怪老子今年五十八岁 四十岁前他学的是电子工程 四十岁后他学投资理财 早就做好退休规划 三年内的生活合陪我乖乖放定存 那我目前准备一年就是五十万 然后三年一百五十万 所以我一百五十万是放定存 剩下的这部分 三成是投资股票型基金 七成投资债券型基金 以一千五百万投资金额来算 这样的投资方法一年可以赚一百多万 但大多引法族比较保守 可能九成资金放定存 只有一成投资基金 投资报酬率就大幅降低 专家建议善用工具试算退休金 聪明理财 引法族不必靠子女 也能维持竞争力 余电TV专家梁立林台北报道 那么其实我们再来看一张统计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高龄劳动人口的就业比例 不管是跟德国啦 或是跟日本啊韩国 各国比起来其实相对都是比较低的 我们可以看到五十五岁到五十九岁的 这个区块最高的是日本 他们有百分之七十九点五 其实高达了将近八成 那么台湾是这四个国家里面最低 就是百分之五十三 另外在六十到六十四岁 如果年纪再更往后延的话 台湾的这个数字就更惊人了 最多的还是日本 他们有百分之六十一点四的人 还是在工作的 可是台湾只剩下百分之三十三点四 其实只剩下三成左右 这数字真的还蛮恐怖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引法族 如果说我真的不想要在五十多岁 我就离开职场 我真的想要继续工作到七十岁 我才要退休的话 我要怎么样保持我的职场竞争力呢 主任 首先第一个 当然就是老健最重要 自己的健康 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持续的在职场上做投入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职场的能力 这个部分 就那我自己个人觉得说 其实要分不同的职场的类别 比如说在科技业 因为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快速 对 或是金融业 它的布料非常的快速 压力相对也很大 所以不一定 它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不一定对这个刚好 可能步入所谓的更年期的人 或者是说健康状况 慢慢在退化的 这一群早年的老年人 早期的老年人来讲 其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健康当然最重要 再来就是选和适合的工作场域 也蛮重要的 那我觉得是台湾刚刚的数据 所显示说台湾在这个55岁以后的 市场投入的比例非常的少 比例是较低的 对 这个其实牵涉到我们一些优退的政策 让很多人就提早退休 再来也没有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 让我们的前老期的人可以留下来 然后继续的贡献 再来就是价值观 觉得说老了其实就跟不上时代了 年轻人也会有所 某些阶段是有所提示的 再来也会觉得说是老年人 在竞争他们的工作职位的市场 所以这些市场的价值观 我觉得要重新在 我觉得这真的是要重新再去再教育 老了就跟不上时代 我想这个心态绝对不会出现在 我们董事长身上 因为现在活力充沛 每天还是带着大家出去玩 就您本身来说 就您的经验分享 你觉得要怎么样保持我的营法族 或是我50岁之后的职场竞争力呢 我觉得一方面心态 可是重要的是社会环境 我最近这七年里面 我跑了将近2000家的民宿 这2000家民宿的话差不多很怪 年轻人开的差不多占一半 六十几岁的差不多占一半 也就是说所有那六十几岁占一半的话 就是老年创业 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也做得很好啊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比较建议的 比如刚刚那些图片里面 有一个叫蜻蜓石 那是一个台大昆虫系的教授 石正人他开的 那有一个那什么 也就是说以前在中心脱级退休的 开的一家现在是依然很夯的一个民宿 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政府应该来做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 最重要的是老委会要来做了很多事 第一 来 办一个老年创业贷款 因为你出来的时候 那些老年人的话 我讲 现在的我们有一个叫微型创业贷款 45岁以上的 假执要说你要贷款 对不对 100万 不要保人 不要抵押 条件非常的宽松 对很宽松 他只要计划书 你知道吗 办了已经将近七八年了 我们的被倒账不到1% 大家很珍惜 年纪也大会也珍惜 所以现在来办一个老年创业贷款 第一 第二的话 应该老年直讯 比如说现在的话 假设他年纪大了以后 对不对 他体力都还很好 50几岁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 台湾很多人 去做一些公益的 比如说上台当 当义工很多 对不对 因为他不希望在家里被淘汰了 所以没有钱 一毛钱都不要 他去当义工 可是他一般当义工 一般他自己心里会很虚 我现在的我钱的话 我银行钱越来越少 所以假设 而且他当义工跟给他有一个信心来老年创业 卖牛肉面 怎么来辅导对不对 资金也辅导 技术也辅导 而且这些东西都做得到 我希望能够大量的50岁到70岁之间的投入社会 开民宿卖牛肉面都是董事长觉得老年人或是银法族以上的人可以考虑的工作 那主任你觉得可能我真的是退休了之后是我想要到中年之后继续工作化哪些职务会是比较适合的 其实要看职场 那我举因为我们目前看到很多有关于退休或是银法族在进入市场的这些政策都会看到日本或者是韩国的例子 那我在2009年的时候有到新加坡去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他们的做法怎么做呢 一个就是政府大力的奖励企业 那企业鼓励给他一笔资金去做员工里面的教育训练 就像刚刚董事长讲的 他要教育训练 让从40岁就开始 40岁就开始准备 亦做准备 对亦做准备 他的准备呢 除了准备自己的老 再来就是说就是生理上面心理上面老之外 再来就是一个直癌的规划 那这个直癌规划呢 一则你是可以思考说继续的往前走在同样的职业里面 或者你可以思考说 我其实我觉得做到50岁之后我想要改变 想要朝自己的兴趣 不为无得欧米而折腰 但是会朝自己的兴趣 再去做开发另外一个事业的话 也透过职场的企业 在这样的训练当中培养你第二的专长 而不要等到退休以后再来重新培养 那时间上跟体力上就会有落差这样 那我觉得这样的点子非常的好 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劳动部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做 那回到刚刚您的问题说 到底什么工作适合呢 其实差异性很大 像刚刚有金融业的 对不对 他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的敏感度 因为累积他的经验 他很知道怎么样去做投资理财 可是他很有可能在这个 这个什么 一次的投资之中不小心 对 就出现状况了 对啊 那这样的一些经验 其实他可以给年轻人一些辅导 那如果说在金融业里面 能够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 让 也让这个 比较资深的工作者 有这样的一个情境 跟这样的角色 来辅导一些年轻人 如何在市场当中 失败中也好 成功当中去学经验 那我觉得他的角色 不管是从心理的层面来讲 觉得他是一个老师 那薪水可以逐渐的 用阶段式的减少 那但是呢 他仍然具有他一定的社会功能 他也觉得对自己 也很有成就感 然后对社会也有所贡献 我觉得这蛮重要 跟老师提到了一个 就是我的薪水逐渐的接受 像很多可能 不管是台湾人 或是其他国家人 可能都比较难接受 因为毕竟 钱跟我的生活是相关 这时候是不是就需要 政府来补助 就像我们看到说 很多政府其实提出有 银法族或是中高年的 就业人口的活化政策 像是日本呢 他就有高龄者雇佣安定法 他保障64岁以上的高龄者 可以继续的来就业 那么他们有设立 银法人才的资源中心 然后整合资源 帮助银法族退而不休 那么你刚才提到 新加坡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补助 南韩也有 还有延长法定退休 你已经到60岁 虽然这部分是比台湾来的比较早 那另外在欧美国家的话 也是有像是英国啦 还有荷兰 他们都有年金方面的改革 希望可以把我们的中老年的活动力 或就业人力继续留在市场当中 可是我想说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要留在市场当中的话 我们的政府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可以接近的政策 哪一些是台湾可以拿来用的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能够把推薦用年龄比较弹性的往后年 对往上拉 那是不是到某一个年龄之后呢 是可以开始给予就是说 因为我们之后也有年轻互相搭配嘛 所以如果在薪资上面 给付上面能够有阶段性的去做处理 那但是这必须要一个共识啦 就是说到了某个年龄那年轻人以后他也有一定的就位市场 那我们怎么样在政策定地一个阶段性的退休 退休的薪资的几步的方式 那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 那另外还有就是雇佣一定比例的高龄者 就像现在 给些鼓励这样子 对 一定的比例呢 到达一定比例的话 我们政府就可以给一定的奖助金 给这样的一个企业 企业会比较愿意 这样子做 那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就是 建立一些典范 不同类型的典范 譬如说是在金融界的啦 或者是在技术层面的啊 像台电就有做到类似这样 就是师傅带土地 让他们的职场的那个意外发生能够减少 是重新投入职场 其实很重要就是我的体力要如何保持 我要有好体力 我才可以跟年轻人来PK 才跟他们竞争嘛 那董事长精神非常的好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保养之道 每天跳两百下 早上两百下 晚上两百下 站着就好像跳绳 对不对 跳绳的话你用绳子 这个不要手就是这样子 就跳跳跳 五十下休息一下 五十下休息一下 现在我的心态是怎么样 四十岁的崇敬 五十岁的体力 六十岁的年纪 七十岁智慧 八十岁信凶 我对自己这个要求 我们刚才提到了体力要顾好 那我的竞争力也要顾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很现实 或是很直接 就是我的财力当然也要顾好 我要有我的退休老本 我要把它存够了嘛 这边我当然要请教两位 你们觉得我要到退休的话 我要多少的老本才够用 那我可能要怎么理财 我要怎么规划比较好呢 我现在请教主任 你觉得多少钱 我可能多少钱 这退休金才是够用的 我自己个人规划是 大概差不多三千万 是一个还蛮高的数字 是 对 所以就现在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四个小孩 所以我利用小孩的名义 做了一些保险的投资 那到了他们成年的时候 有一些保险家就会领回 所以达到一定的数字这样 那另外自己也做了一些 反厂的投资 那因为反厂的投资 但是在投资的比例规划 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这样子 听起来其实是一个 还蛮安全的数字 那请教董事长 你又是怎么规划 你只要多少钱才够退休呢 我觉得现在不要讲我 因为怎么样 我现在在创业 我没有想到要退休 没有想到这回事 想到我的创业本在哪里 对对对 我现在在创业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退休 所以我没有想到 我要多少钱才能退休 好 预估可能需要多少钱 一般的人他才可以退休 一般人的话 你假如你现在是60岁 一个月 一个家庭就两夫妻嘛 对不对 总共三四万块吧 有房子哦 这是在都市区的部分 对 乡下的话比如两万块 你把乡下两万都市三四万的情况下 有房子的情况下 你把它想到你活到90岁 你不要说我规划到85岁 刚好你86岁活到86岁 你怎么办 身体很健康 你把它想到你90岁 假如这些都够的话 我觉得要一千多万要了 一千多万要了 对对 那如果说是在理财规划部分 那我们刚才听到主任说 我有一些保险投资啦 或者说一些房产投资啊 那董事长有没有拿一些理财规划 我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 理财的话就有风险 你已经年纪大了 你不要再增加 你要雇注这个钱 因为你那理财规划 很多啦很多的 比如说很多的去参加什么 买股票啦 或者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这些的 甚至于像买房地产 有些哪子去买房地产 你就比如说一千万去买五千万 到时候房子跌的话 你力气都缴不出来 到时候就被英雄拍卖了 所以我觉得年纪也大 你的所有手上的钱 也会要越谨慎 听起来董事长的观点 其实非常有趣 一方面我创业我要很拼 但是我在理财这部分 我很保守 我要安全一点 对对 今天两位的分享 真的非常精彩 非常的好听 谢谢两位今天来到现场 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 两位参与下节节目 回来一起来关心 国际上有哪些重要的财经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